今天我想和你分享一段 阿米亥写给母亲的家书 和人物一起用文字 攒搭思念 母亲为我考试了整个世界 阿米亥 母亲为我考试了整个世界 在这些田糕中 我所爱的人挤满了窗口 带着星辰的葡萄干 渴望被封闭在我的体内 如面包中的那些气泡 在体外有光滑 宁静而褐色 世界爱着我 我的头发悲伤如干枯枣枣中的芦苇 所有罕见的鸟派打着美丽的翅膀 逃离我 中秋节到了 这一年的中秋 你还是孤身在外吗 还是幸运的有家人陪伴 看着今晚的圆月 你是否想起了许久不回的老幕 许久未见的故人 小时候会经常跟爸爸要钱 然后去小麦克买那种纸灯笼 然后在里面有个小蜡烛 你可以拿火去点上 就那一天晚上路上 有很多人都会拿纸灯笼 大家一起开开心心 也有情侣 也有什么都有 对 我小时候其实挺爱吃的 我们那边叫冰皮 香港的月饼 然后有一次被咽到了之后 我就再也不吃了 就咽得挺严重的 卡住 我经常吃的就是尖椒炒蛋 然后还有小炒肉 还有椒盐鸡翅这些 我们炒的菜不太广东 但是我就喜欢吃这些 我爸爸在外面去做的 对 我觉得我生命里现在最重要 就是我爸妈 父母我家人 所以我觉得最开心就是 我跟我哥还有我爸 三个人像兄弟一样 就坐在一起聊天喝酒 然后我妈给我们倒酒啊 端菜啊什么的 我就觉得是很温心 家人 对 希望家人开开心心 身体健康 然后我的事业顺利 哎这个会不会太大了 这个啊 太贪心了 身边的朋友都开心快乐 我就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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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